大家好,我是麦克斯,希望大家能给我视频点个赞,看完我的梦想,我很想开一家玩具店,有家玩具店正好倒闭的,今天跟老板谈好了,用五万块钱,用五万块钱,只得整整去五万,五万啊,真金白银的五万块钱,五万五万块钱,去收老板的玩具店,以后我也是老板的,小伙们一起看我的店是倒闭的,还是开业的,赶紧把我的视频看完吧,就是这家玩具店,我们进门看一下,这家玩具店的老板倒闭的呀,我来评论区打出这个字,是天才, 看来见少了,花了五万块钱,小伙们,这些所有的都是我的了,你们说值还是不值,哇,还有这么多,这个,这是十五周年的,这个是你的,先零食,跳跳船,然后这里地下还有好多这些玩具,小伙们,这就给我的粉丝吧,送给我的粉丝,重新咱们再去进货,哇,这里面还有这个,你们想要的,还有这个,这是什么,过去这个东西很,好啊,小伙们,你们说这五万块钱花的值不值啊,这也能实现我卡键店门的木箱了, 哇塞,老板还这么多的卡片啊,我去,哎,这是什么,哎,这是什么东西,有没有人知道,这应该是老板之前的工作室了,我去,这是什么,我们来看一下这里,哇塞,还有这么多卡,这里也能卖点钱吧,小伙们,这五万块钱,五万块钱花的值不值,什么,这里面还有把这个,我去,这个钱,我的天啊,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宝贝,咱们收拾收拾,好吧,小伙们,咱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我们的开业视频了,看看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玩具店给它整起来, 哎,还有一块这个,小伙们,有没有什么想法,什么好的建议,咱们去告诉我吧,小伙们,这个玩具店,你们说花的五块钱,值不值亏了,还是赚了呀,这里还有一个个赛罗,这个不错,我的天,才不得了的花了五万块钱,咱们把这个家玩具店给它盘下来了呀,小伙们,你们不会希望我倒闭吧,好吧,我们来插一包这个,怎么说是亏了,还是赚了呀,花了五万块钱, 把一家玩具店给它卖下来了,终于也是,我们也成为卡线天文的梦想,终于留下自己的玩具店 误区,出了一张SSR的全看,误区,这个就很帅的呀,好了,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,拜拜